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将来去读研究生或者去念博士的话 你会发现就是比如说本科层次学的这个宏观经济学的教材 跟你在博士层次学的这种高级宏观经济学教材 还有一个非常一个大的这么一个一个鸿沟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说在宏观经济学里面 就是因为我们研究宏观 宏观经济学它一个一个非常一个显著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 就是经济变量它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前面 我们前面是说的对于中间就一个从一个时间点 到另外一个时间点经济变量这个过程 我们其实是并没有探讨的 比如说前面像这个ISR模型 我们说这个财政政策 有一个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或者是一个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那么这个曲线IS曲线呢 或者是LM曲线 一下就从A点到B点了 那么从A点到B点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子的 我们并没有研究它 所以说我们把那个分析呢 叫比较静态分析 就是说我们从一个均衡点到另外一个均衡点 而宏观经济学它要研究这个变量 它变化了 它随着时间变化的这个路径是什么样子的 比如说我们从A点到B点 你不是瞬间变化的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 你不可能你从一个均衡点到另外一个均衡点 中间是没有任何时间的 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事情都是要 都是有时间的这个概念在里面 所以说你从A点到B点了 那么这个时间路径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们以前的这个分析呢 我们其实并没有太讲过这些问题 因为我们都是把它作为一个简化 我们并没有分析这个动态变化的这个路径的问题 所以说大家如果去学高级宏观经济学 其实你要首先你要去学一个这个叫动态经济学 你首先要研究一个变量 它随着时间的变化 它的这个演变的路径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说这个时间序列分析 或者是动态经济分析 是学习这个高级宏观必须要具备的一个前提的前提知识 而这一章呢 这一章曼坤在他这个教材的更新里面 加入了这么一个动态经济分析的这么一个框架 这样的话呢 就会让就会给大家一个对于这个宏观经济学的这个 就会大大的加深宏观对于宏观经济这样的一个认识 但是呢 就说这一章的内容呢会比较多 而且我觉得这一章可能是整个整本教材里面 就是技术性最强的一章 这个公式也比较多 所以说理解起来呢 大家比以前的章节呢会有一些难度 会有一些难度 而且这一章呢我们后面最后 你看最后最后这个这个内容里面讲了 他这一章呢 我们说最后一节就提到这个DSG 就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 这个呢是现在就是高级宏观经济学 或者说大家去做宏观经济学研究 也就是那些宏观经济学家 这些学者 他来进行宏观经济分析的一个必备的工具家 那个工具家呢 就是建立在这么一个动态经济分析的基础之上的 所以说这一章呢 是我们说是从初级到高级中的一个阶梯 你必须要经历过这么一个阶段 那么这一章呢 我刚才说这一章呢 是主要就讲了一个模型 而且是一个可以 你可以把这列解成就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一个简化板 就是这个DSG的一个简化板 这个模型呢 所以这一章呢 我们就都是围绕这么一个模型的展开 我们首先要看一看这个 这个模型有哪些要素来构成 然后呢 这个模型呢 我们建立比如就像我们以前学这个中学 学了一个年龄方程或者一个方程一样 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方程呢 我们要把它解出来 这个X顶多少 Y顶多少 我们要把这个方程解出来 解出来以后呢 有了这么一个方程 这么一个模型 我们要去用它 我们要去用它 然后呢 最后呢 这个下面一个呢 我们就说这个模型呢 它对于我们现在就是宏观经济政策 主要是货币政策 尤其西方国家 他们对于这个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呢 其实主要是货币政策 他们财政政策一般来说是 在面临这个经济比较严重的衰退的时候才会用的 在常规的这个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这个 这个时候呢 主要是用这个货币政策 所以说我们第四节讲的这个 这个模型对于我们这个宏观经济政策 它有什么样的启示 最后呢就简单的提一下这个 这个模型 它是就是更高级的这个DSG模型的一个 一个过渡 其实我们以前 其实我们以前的分析啊 就包括ISM模型 或者是蒙代尔弗莱密模型 都是我们前面这张级的这个框架 也是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这么一个框架 因为比如说这个ISM模型 它也是一个模型 对吧 它是比如说IS曲线 是通过这种凯恩斯交叉一步步推下来的 然后这个LM曲线呢 是根据这个流动性编号一步步推下来了 然后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模型 有了这个模型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分析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会有它这些外申的这个政策冲击 会对经济的经济状态会有什么影响呢 然后呢 这个不就是在运用这个模型吗 然后这个蒙代尔弗莱密模型 也是一样的 它是对于这个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这个ISM模型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它对这个 而且是对经济的影响 而且是对于不同汇率制度的选择 有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说我其实我们前面分析的这个 这些问题 其实你都可以把它理解成 像类似于这么一个框架 但这一章呢 我们建立的是一个 一个一个动态的波动模型 它比比前面呢 前面章节建立模型呢 应该说就是更加接近于现实 当然也更更加复杂一点 我们的我们的下面 我们来看具体的内容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动态的 这个经济波动模型 其实就是总供给跟总需求模型 总供给总需求模型 因为我们前面这个ISM模型呢 它是构成的总需求 然后呢这个菲利普斯曲线呢 构成的这个总供给 把它们两个合在一起呢 其实我们就建立了一个短期 经济分析的框架 也就是总供给跟总需求的这么一个框架 那么我们这一章呢 还是这个短期的这个 经济波动的模型 其实说一说呢 依然是这个总供给跟总需求 但是呢我们前面加了一个 就是动态 动态的总供给跟总需求 之所以叫动态呢 就前面就我讲了 我们要分析这个问题 这个经济变量 它随着时间的变化会有什么变化 我们以前不研究时间这个问题 我们以前就把它抽象成 从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 但中间这个过程 我们是不考虑的 在这一章里面 我们就要考虑这个中间这个过程 它是怎么变化的 其实它这个动态的 这个总供给跟总需求模型呢 主要包括五个方程 其实很多内容跟前面是 有重合的 也其实也是建立在前面这个基础之上的 比如说我们说第一个 产品跟服务的需求 其实这个就类似于前面 我们讲的这个IS曲线 因为IS曲线它就分析的是这个产品市场 就产品与服务市场 这一个层面的这个需求的情况 然后我们说产品与服务需求方程呢 我们由这个方程来给出 这个我们直接给出这个某个方程 这个方程呢 我们一个一个的解释 首先最左边的这个Y呢 就是实际的产出 实际的产出 这个呢就是潜在产出 或者说自然产出 潜在产出或自然产出 潜在产出我们前面知道 我们在这个第三章的时候 我们知道潜在产出 或者说自然产出呢 它是由这个经济的基本面 对吧 就是生产函数中的资本啊 劳动啊 还有技术啊 他们来决定的 这个是潜在的产出 你这个国家的这个自然产出 由你的这个基本面决定 然后这个呢 这个是R呢 是实际的利率 R是这个实际的利率 而这个Row呢 是这个自然利率 自然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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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我们再展开 说一下自然利率这个问题 这个εT呢 ε就是这个一个随机变量 其实就有这一点 就有点像我们 这个学习技术经济学一样 随机变量经济学 你建立一个 一个左边是你的这个 被解释变量 右边是你的解释变量 你后面要加一个这个 后面要加一个随机变量 因为你在解释 你用你在解释变量 在解释这个被解释变量的时候 你不可能把所有的因素 都拿过进来 你总有可能 你总会遗漏一些因素啊 或者是 其他的一些原因 或者是你这个方程设定的问题啊 所以说这些呢 我们都统统把它丢进到这个 最后的这个残差项 就在按照进量经济学的术语呢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残差项 这里面呢 我们把它理解成一个 随机的需求冲击 随机的需求冲击 而它呢 它会影响 它会影响这个 就是我们产出的这个需求 它会影响我们的 种的产出与服务的这个需求 然后这里面呢 这个Alpha跟这个 这个Alpha呢 是个 就是我们说的是个参数 Alpha呢 是大于您的一个参数 这个方程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关键的特点呢 就是 实际利率 跟这个产出 是一个负相关的关系 因为它这里有个负号 对吧 实际利率与产出 是个负相关的关系 这个其实 这个其实我们记见前面的这个 我们所学的ISM 还有蒙德尔弗兰命模型 我们是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比如说因为 利率如果上升的话 首先对于这个 我们第一想到的是 比如说 利率如果上升 那么你 作为一个消费者 你可能更愿意去储蓄 你一旦储蓄多了 那么你的消费就减少了 比如说你总息就这一块 你消费支出就减少了 利率上升呢 因为利率又是这个资金的成本 它还会影响投资 所以说利率上升呢 我们前面讲 刚才讲 先是消费就有可能下降了 那么你这个投资呢 也会跟它下降 然后我们再结合 这个蒙德尔弗兰命模型呢 你利率上升以后呢 如果你是个小国开放模型 你这个资金有 这样的话 国外的资金就会流入到 你这个国家境内 流入到国家境内呢 那么本 就是外国的这种资本流入呢 就会增加你对于你 这个本币的这个需求 对于本币的需求 在外汇市场呢 就会提高你这个本币的价值 你提高本币的价值 那么你进出口就减少了 所以说利率提高呢 我们可以发现 它通过影响消费 影响投资 影响出口 都会导致这个产出的下降 所以说产出与利率呢 是一个负相关的关系 而alpha呢 就衡量这个负相关的 这个敏感程度 因为alpha越大的话 那么利率上升呢 它对于这个产出的 影响程度呢 就越大 前面讲的这个 这个YT上面一杠呢 这个就是资产出 在短期中呢 我们说实际产出呢 就围绕这个潜在产出 进行波动 对吧 这个前面我们就 重复很多次了 这里面呢 我们说这个 EB这个 它是一个随机的扰动向 随机扰动向呢 我们这里面有个假定 就是它的均值为0 这个其实就跟我们 学计量进行学里面 你假定这个残差是一样的 我们假定残差呢 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因素 综合起来 它的这个均值呢 是0 这里面我们也做了 这么个简化的假设 它的残差呢 它的这个均值呢 是0 这边提到就是随机变量呢 也是既然你是随机变量 你肯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特别说 比如说像凯恩斯提到 这个动物精神 动物就是animal spirit 这里面我们后面 讲到这个投资的时候 就就会提到 就是它有可能是一种 情绪上的变化 或者说比如说 不知道什么原因 比如说这个一个 一个国家发生战争了 比如说像朝鲜啊 又朝就是又朝和危机了 或者说美国又攻打叙利亚了 或者是美国又攻打伊拉克了 等等 就是或者是突然 有一个自然灾害了 可能这么一些 外在的因素呢 对于经济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但是由于人的一种 情绪上的一种恐慌 情绪上的一种恐慌 那么它对于自己的 这个经济活动呢 就会产生一点的影响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人的一种感情 感性的这个 或者说这个 行为的一种变化 所以这里面就凯恩斯 他就提到这个动物精神 其实动物精神嘛 因为人他都 既是有这个理性的一面 还是有这个非理性的一面 非理性的一面 你可以理解成 把它动物的一面 动物的一面 那就可能就是 不理非理性的一面 它没有那么理性 那有可能是 一些非理性的因素 我们说那个 就像非理性繁荣 这么一个意思 非理性的一些因素 导致它这个 去过量的去投资 或者是就是 过量的畏缩 而减少投资 等等 所以这里面讲的 我们把εΣT呢 表示的是一种 总需求的一个 一个就是外生 就是外生变量 它是一个 均值为零的一个随机变量 那这个然后呢 我们把它称为 这个自然利率 自然利率 前面我其实 我们其实没有 涉及到这么个概念 就是自然利率 这么一个概念 自然利率这个概念呢 是近几年 应该是近几年 就是这个西方的 理论宏观经济学家呢 对他 对他越来越重视 这么个概念 这个概念 现在越来越重视了 就是自然利率 自然利率这个概念呢 它是瑞典的一个经济学家 就是叫威克赛尔 它是瑞典一个经济 威克赛尔 它在十九世纪呢 有一本书 叫历史与价格 它的那本书里面 首次提出来 自然利率 这么个概念 就是什么样 自然利率呢 它这里面 我们这里面 我们提到了 它就是说 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就是充分就业情况下 充分就业 或者说呢 产出在 自然产出 这个状态下的一个 就是这么一个利率状况 或者说呢 这里面按照这里面的解释 就是没有任何冲击 没有任何冲击的情况下 就是需求呢 等于自然产出水平 也就是我先讲的 这个充分就业情况下 或者说那个 没有任何的这个经济的 这个繁荣啊 或者是衰退 因为它属于充分就业 这个状态下 所对应的这个 这个是实际利率啊 这个是实际利率 它不是民意利率 它是这个 它我们可以把理解 就是实体经济的利率 因为我们 我们经常见到这个利率呢 比如说你说 像洋行 它定个利率 定个5% 或者基率率定个4% 这个利率呢 它都是我们在媒体上 或者说在那个网站 或者在这个报纸上 见到这个利率呢 它都是民意利率 都是民意上的 民意利率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我们这个 对实际生活中 对于企业的这个 生产啊 投资啊 有真正有影响的 它是实际利率 因为如果你的这个 这个民意利率是高的 但是我 但是如果我的价格 也提高的话 那我其实对于企业来说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其实并没有太大影响 所以说我们后面会讲的这个 下一个方程呢 我们讲的就是 废学 废学方程是 就是真正对企业的生产 或者说这个实体经济 有影响的 它是实际利率 不是民意利率 然后这里的这个 Rule呢 也是一个实际的利率 而且是充分就业情况下 充分就业情况下的 一个实际的利率 这个概念呢 这个概念这几年 其实这几年就是说 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概念 它就是这个 在实际 在经济的运行中呢 是处于一个 出门就业情况下 然后呢 这么一个均衡的 一个利率状况 均衡的利率状况 但是这个实际利率 到底是多少呢 那么现在很多这个 就是最近这一点呢 很多这个国外的这个学者呢 也在对它进行 一个实际的一个估算 但估算的方法呢 其实也是多种东西 这个我们就不太讲 讲那个问题了 这里面我们看到哈 如果是你这个随机扰动 就是你这个随机扰动 如果等于零的话 随机扰动等于零 而且这个 随机扰动等于零 而且你的这个 实际的利率呢 也处于自然利率 这个状态下 自然利率状态下 就我们先不 先不考虑随机扰动了 自然实际利率呢 也等于自然利率状态下 那么你的这个产出呢 就等于这个 潜在的产出 或者自然产出 所以说这 这个从这个时候 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实际利率 这个自然利率 它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产出处于 这个自然产出状态下 就实际的这个需求呢 等于这个实际的 潜在产出的情况下 那么 它的现在这个实际利率 就是这个自然利率 所以在这里面是 所以说这里面是这个 就是产品与服务需求 这么个方程 那么我们说这个货币政策呢 它主要是通过这个改变 实际利率 大家看到 我们是改变实际利率 不是改变民意利率 就我们虽然 虽然我们经常看到这个 在你可以在媒体 或者是新报纸上 看到这个央行 又加息了 或者减息了 它你看到的那个 其实是民意的利率 但你在分析实际 对于企业生产的影响呢 你一定要考虑物价的因素 也就是你要把这个物价的 物价的因素呢 要考虑进去 要考虑这个实际 实际的这个利率 对于总需求的这个影响 而这里面呢 就是 就提到这个 我们说货币政策呢 改变实际利率 那么在这 在这个方程里面 财政财政的这个作用在哪里呢 财政的作用在哪里呢 因为这个我们知道 看这个跟这个 都是利率的因素 那么财政呢 你可以把它认为是这个 随机扰动项 随机扰动项 随机 因为我们说 你把所有的这个 这边不能够解释的因素 都丢到这个 这个随机干扰项里面 那么财政政策的影响呢 自然它就包含在这里面 对吧 财政政策的影响 就包含在这个 随机的干扰项里面 这是第一个方程 第一个方程呢 就是前面我们讲了 你可以把理解成 就是IS曲线 就是一个 一个更复杂一点的IS曲线 然后第二个方程呢 其实前面都已经讲了 就是废学方程式 这个时候就是把这个 实际利率 跟这个民意利率 相结合的一个 一个 一个方程 那我们前面的这个定义呢 就是实际的利率呢 要等于民意利率 减去通货膨胀率 但我们通货膨胀率 我们知道 通货膨胀率 我们在这一期呢 就是我们在 比如说RT 我们现在2018年 对吧 2018年的这个利率 它等于这个2018年 民意利率 减去2018年的 这个通货膨胀率 但2018年 我们还没有走完 2018年 我们还没有走完 那怎么办 那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在利率的这里面呢 我们就会有一个概念 叫市前 既然有市前 就还有个市后 市前呢 就是我在 因为这一年 我还没走完 我现在正在 正在18年的这个 比如说年初 或者年中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要对 我在T期 比如说 在18年的1月1号 18年的1月1号 或者是17年的 12月31号 在T期 我对于18年 这个一年 比如说一年呢 我有这么一个预期 然后我才能知道 我的这个 这一年的这个 实际的利率是多少 然后到了这个 18年的年底 比如说到了 18年的12月31号 这一年我走完了 这一年我走完了 那我就知道 这一年的这个 通货膨胀是多少 那这个时候呢 我也就知道了 我的这个 实际的利率是多少 这个时候呢 这个实际的利率呢 就叫市后的 因为一个市前 一个市后 市前呢 就是预期 在 在此 因为在 在此之前呢 在这个这一年 没有走完的时候 我不知道这一年 是多少 那我只能够预期 我只能够预测一下 今年 这个通货膨胀 到底是多少 那我预测一下呢 我就能够得到一个 一个实际的 事前的这个 实际的利率 那么到了 到了今年年底呢 到了到了这一年年底呢 这一期我走完了 到了今年年底呢 我就知道了这个真正的 这一年的通货膨胀是多少 而你比如说 2018年通货膨胀是多少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得到市后的 就2018年最终的 市后的 这个 实际的利率是多少 所以说市后呢 你看这个就是 市后呢 就是这个πT加1 所以这里面 我们就要对这几个 对这个变账这个下标呢 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说明 我们在这个 因为这个大家 有可能会搞混 这个实际的利率呢 还有这个民意利率 这个T啊 它是T和T加1 T和T加1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占在2018年 它是2018年的1月1号 到2018年的12月31号 这一年 这一年的这个回报率 这一年的这个利率 然后呢 通货膨胀 因为这一年 通货膨胀 我肯定是 我要过完 过完这一段时间 我才能够知道 我最后 最后我这个物价 到底上涨了多少 如果没过完 我肯定不知道 没过完 我只能够预测 所以说πT呢 这个通货膨胀呢 它是这个 它是上一期的 它是上一期的 就是T加1 也就是比如说 也就是2017年的 2017年 这一年的通货膨胀 也就是2017年 我们已经走完了 对吧 如果这个T加1 如果我们这个T的 一个单位 就是一年的话 当然这个单位呢 你可以是一个月 你也可以是一个季度 你也可以是一周 你也可以是一天 等等 你这个单位呢 你们就是根据 加拿大的这个研究呢 你可以自己 自己来决定 这里面我们就认为 它是这个T的 每一个T加1 加1这个单位呢 T的每 时间的每一个单位呢 就是一年 我们就认为它是一年 所以说上一期 也就是上一期呢 其实也就是上一年 也就是2017年 比如说 所以说这个πT呢 就是2017年的 这个通货膨胀率 2017年的通货膨胀率 而这个πT加1呢 就就现在 现在我们假设 RT跟RT跟实际利率 跟免疫利率呢 都是2018年的 但我们现在2018年 还没有走完 而这个πT加1呢 也就是2018年的通货膨胀 因为它就是2018年 比如说 它就2018整个一年的 就从这个2018年 1月1号 到2018年的 7月30号 这一年的这个 这个物价水平的变化 那么在 在17T的时候 也就是说 在2018年的年初的时候 2018年年初的时候 这个πT加1呢 就是它是这个 它代表了这个 未来的一个通货膨胀率 但是它还 但是我们这一年 还没有走完 我们还不知道 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呢 它是未知的 但是呢我们在 我们在年初的时候 就2018或者2018年 2017年 7月30号 年初的时候 我能够对它形成 有一个预期 我有一个预期 也就是你在2017年的时候 预测2018年 就2017年 然后这个 这个预测2018年 他们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变化 这么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等到这个 最后这一年走完的时候 就这走完这一年 走完这一期的时候 我们又知道这个 πT加1的这个真实值 太就 我们就一直到 这个 最后这 2018年 这一年的这个 这个真实的通货膨胀 到底是多少 这个时候 我们就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事后的 实际的利率 利率水平 我们现在第三个方式呢 就是我们前面 讲的菲利普斯曲线 菲利普斯曲线 这个菲利普斯曲线 跟前面有一些不同 我们前面讲的 菲利普斯曲线呢 我们前面讲 菲利普斯曲线 这个呢 是失业 对吧 我们说菲利普斯 他最开始 他研究的是这个 物价跟这个 就业的情况 物价跟就业情况 那这里面呢 我们把它改成了产出 但这个其实不影响 不影响本质的问题 因为产出跟失业呢 他还中间 还有一个奥肯定率对应的 就像我们之前 在前面几张 我们分当时推导 这个从菲利普斯曲线 推导 总攻击曲线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中间这个奥肯定率 是一个核心的一个步骤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把失业这个变量呢 改成产出 因为它 因为产出跟失业是 根据这个奥肯定率 他们两个是有密切关系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它替换成 这个产出这个变量 这个不影响 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通货膨胀呢 通货膨胀呢 它也取决于这个三块 因为我们三块 第一块呢就是 首先是一个预期的通货膨胀 就预期通货膨胀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通货膨胀 我们说这个 比如2018年 2018年这一年的通货膨胀 那2018年这一年的通货膨胀 你取决于什么呢 首先我要看一看 17年的通货膨胀多少 17年通货膨胀 你看 这个是201 我们首先我们 我们要有这么一个预期 对吧 通货膨胀 我首先我取决今年的预期 我今天预期多少 这个这是个预期 但这个预期呢 这个预期我是 我是根据上一年的这个情况 我是根据上一年 就上一年 这个也就是T加T减1的 就是上一期 就是18年呢 上一年就17年 我是根据17年的这个通货膨胀呢 来预测这个 今年的通货膨胀情况 其实这个大家就知道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适应性预期 适应性预期 对吧 也就是你根据以前的状况 你去年是2% 你今年预测呢 它还是2% 这个就是我们说通货膨胀的一种惯性 你去年预测通货膨胀的高 今年预测通货膨胀依然高 所以说呢 它是取决于这个上一期 在这个17年的 你有这个17年的这么一个经验了 然后呢 我来预测118年的通货膨胀 第二块呢 就是这个对于实际产出的这个偏离度 这个其实就是周期性的一个因素 对吧 周期性的一个因素 因为如果你这个实际的产出比前段产出高的话 那说明你现在这个处于一个过度的繁荣状态 或者说或者说一个周期性的比较繁荣状态 那如果你比较低呢 那你现在就处于一个周期性的消财状态 因为你的这个产出呢 在这个潜在产出之下 还有一个呢就是供给冲击 供给的这个冲击呢 我们前面讲菲利普的曲线的时候也提到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这个能够影响物价的供给冲击 比如说像这个全球发生的 全球这个某些某些这个产粮食的大区 它出现了这个自然灾害 或者说它发生了战争 那比如说泰国 泰国它出口出口大米 那如果泰国要是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或者是发生了战争的话 那么泰国今天的大米可能就就出口就受到影响 那有可能对于全球的这个物价呢 就会有一个冲击 或者说这个石油 对吧 因为像像像粮食啊 还有这个石油啊 这些都是基础原材料 这些东西一旦出现价格上涨的话 它的价格会沿着这个产业链的链条 对吧 一点点会传导到终端 一点点会传导到终端 所以说就比如说如果像这个产 全球的这种粮食大区 粮食产区如果出现这个负面的冲击啊 或者说石油出现一个负面冲击 那么你这个价格呢 就会有一个向上的一个影响 或者当然如果反过来了 你今年大丰收 或者说今年又你突然在某个地方发现了一个超大的油田 那么今天这个油价就下降 油价一下降你就会 因为油价 因为石油它是工业的血液吧 所以说你一旦油价下降 那整个工业的很多这个这个价格呢 都会都会随之进行调整 这里面我们提到就是通货部罗 第一个呢它取决预期 前面我们讲这个新凯恩斯的时候 新凯恩斯这个框架的时候 因为很多企业它的这个物价的价格呢 它是它是它跟比如说 它跟它的它的这个上游 它的供应商或者跟它的客户呢 它首先是要签订合同的 就现实生活中肯定首先要签订合同 而且这个合同可能就是一年 这一年的价格呢 我要固定下来 你要是老实调整的话 对客户也不好 所以说我对这个 价格呢 我就固定下了一年 那我这一年价格都固定了 那我肯定要对今年的价格 有一个预测 对吧 我对对对自己的价格 也有一个预测 因为如果如果我预测 今年这个物价可能会大幅上涨 那我这个 我的这个给别人这个报价呢 我也要跟着涨 所以说这个就提高了 整体的这个物价 这个预期这个是比较好理解 这个呢 中间那个呢 就是我们说周期性 周期性这个经济波动的 一个状况 那么参照这个fine呢 它就是 大于我们说 它是大于您的 它衡量的这个物价呢 对于对于这个产出波动的 这个反应的程度 反应的程度 比如说呢 如果现在这个 说产出超过了自然水平 产出超过了自然水平 那么你都已经超过了 你潜在的产能了 你现在还在生产 对吧 你潜在的产能 比如说你现在你企业 正常你这个工厂开工呢 就就一天开工八个小时 或者是或者或者是这个 比如说十个小时吧 正常开工十个小时 但你现在加班加点 加班加点 突然这个需求特别好 你就让他这个机器厂房 24小时运转 你本来你这个机器是需要消 机器它也是要跟人一样 它也要休息的 你机器 你生 你加班加点 24小时生产 你生产的越多 你这个磨损啊 消耗啊 折旧啊 都会提高 那你这个成本 肯定也会提高 成本提高的 你将来对于客户的这个报价呢 生产的这个销售的这个价格 也会随着上涨 所以说就会带来通货膨胀 就会带来通货膨胀的情况 而且我们说这个 这个参数这个FIRE 它这里啊 从这从这里讲了 它不仅仅恒强了 对于成本 它对这个经济活动的 这个反应的程度 而且它反映了 一个调整的速度 为什么速度呢 那如果价格是钢线的话 对吧 价格如果是钢线的 那我就不调整 我想调整 但我现在没法调整 或者说我 我调整了 我为了避免 给我客户造成太大的困扰的话 或者干扰的话 那么呢 我一点点调整 一点点调整 我不会就一次性的调整太高 一次性调整太高 那我这个 所以说这个参数呢 它不仅影响了 我这个调整的 调整的程度 调整的强度 还影响了 我调整的速度 它是都 它影响了两方面的因素 好了 供给冲击 其实前面就我讲的 这个就是石油冲击啊 或者是食品价格冲击啊 这个呢 我们也认为 它是一个均值为零的随机变量 这跟前面的那个 叙旧冲击呢 是一样的 我们都认为 它是一个均值为零的随机变量 叙旧冲击我们可以提到 我们看到 它有可能是包括一些财能政策的影响 那么这里供给冲击呢 我们说它是这个石油价格 粮食价格这些 供给 供给面的这个影响 那第四个 第四个就是说预期这个问题 预期 我其实我们前面讲这个菲利普的曲线的时候 还有在前面也提到这个 我们这里面讲 比如说就这个菲利普的曲线这个预期 你这个预期是 就是我们说在上一期 我们是根据上一期的这个信息呢 来预测这个一期 最上一期的信息来预测这一期 那么你这个预测你是怎么 你这个预测结果是 是怎么样子 我们这边做一个简单的假 简化的假设 就认为它是一个适应性预期 适应性预期 适应性预期呢 简单讲就是 就是你上一期是多少 我这一期呢 我预测它还是多少 所以你看 我在上一期 我根据上一期的信息呢 我在根据上一期的信息 来预测下一期的这个物价呢 是多少呢 那就那我就直接来 直接简化一点 那就根据我上一期的这个物价吧 去年比如说17年的物价呢 是2% 通过朋友上的2% 那现在我18年 来到18年年初了 18年1月1号 那我预测今年怎么办 那我就预测呢 今年呢还是2%吧 我就这么一个 非常简化的一个预测 就是去年是多少 今年还是多少 这个其实就会大大简化 我们后面的一些分析 第五个方程呢 是这个货币政策的规则 货币政策的这个规则 货币政策呢 我们在这里面提出来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方程 其实这个方程呢 就是后面讲的 就是它的规则 它的规则 这里面我们看到 因为这个央行呢 它是来改变它的民意利率 大家看到民意利率 就央行你改变的是民意利率 但是你对 但是你对产出的影响 是通过实际 实际的利率来影响的 但央行呢 我是通过改变民意利率 来影响这个 实际利率 进而在改变这个 整个经济的这个需求 需求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民意利率的 货币政策规则 它是它是 它是怎么 怎么来设定的 首先第一个呢 第一个派T呢 就是民意利率 我这个我就说 我在央行 我今年我怎么来 设定我的这个利率 我民意利率 这是怎么设定的 首先取得第一个因素呢 就今年的通货膨胀 这个很好理解 对吧 通货膨胀今天高了 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如果今年很高 那我们利率肯定来 肯定来随着涨 对吧 我利率肯定来随着涨 因为我要 我要把这个通货膨胀 就是要把它压下去 要把它打压下去 第二个呢 就是自然的利率 就前面这个肉 就前面这个自然利率 这个概念 就是说这里面 我就前面讲了 自然利率现在这几年 越来越受到这个 国外这个 就是研究货币的 货币经济学家 这些人的重视 因为自然 现在就是说 如果你经济的潜在产出 就是经济运行在潜在产出 你的这个 你就是 这个时候你也没有 你也没有什么任何 能够让通货膨胀 加速的因素 因为这个现在 现在你的经济是处于一个 就是潜在产出状况 因为你的实际产出 等于经济的自然产出 这个时候呢 你的自然利率 是多少 这个其实很重要 这个 因为如果你的这个利率 如果你的这个 你看如果爱减派对吧 我们前面讲了 这非选方程式 如果你的这个派移过来 移过来 移过来的话 你的这个民意利率 这派移过来的话 爱减派的不就是实际利率吗 右边这个 我们后面这一块先不管 后面这一块先不管 如果单纯看 就是这前面 这三个三个式子的话 如果你爱减派呢 就是你的这个民意利率 减去通货膨胀率 也就是你的实际的实际的利率 你的这个实际的利率呢 要跟这个潜在的 就是说自然利率呢 你要进行一个对比 如果 如果你那个经济现在中的 如果你现在央行 他对于货币政策的调控呢 他让现在这个 他调控的这个这个结果呢 就是说现在实际的利率呢 他比自然利率还要高 他比自然利率还要高 那这个时候你 你央行对于经济呢 你可能是 就是调控有点过度了 调控有点过度 因为现在 现在经济能够承受的呢 是 比如说2% 但是你现在央行呢 你调控的你的结果呢 你让现在实际的利率呢 达到了3% 达到3% 那这个时候呢 实际经济 实体经济呢 或者实际的 就是经济的基本面呢 会受到一个不太好的影响 因为会受到一个负面的影响 所以说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自然利率这个概念呢 这几年受到这个 国外的越来越多的这个重视 然后这里面 后面后面这两块呢 后面这两块就是 央行的他的一个 央行的他对于 他要盯住的两大目标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这个通胀 一个是产出 一个通胀 一个产出 而且对于通胀呢 现在的 现在这个 大多数的央行呢 他都有一个目标 都有个目标 就我们我们前面 前面讲的这个 讲我们后面 后面讲这个 讲这个政策的时候 我也会有提到 现在大多数国家呢 对于这个通胀膨胀的 调控呢 他都有一个目标 比如像美国呢 美国他的目标 是可能就大 2%左右 我们中国呢 我们中国的通胀膨胀呢 是大约在 3%左右 有时候一旦 一旦这个 通胀膨胀 达到 就是说在3%附近运行呢 央行可能就 不做大的这个调整 但是一旦 物价超过了这个 3% 比如达到4% 5%了 那央行呢 现在就要加 就要加息了 就要提高利率 来这个抑制通胀膨胀了 然后这个 这个θ呢 θ呢 θ这个π呢 这里呢 他就衡量 这个利率呢 对于这个通胀膨胀的 偏离度 它的调整这个强度 它调整这个强度 而这一块呢 就是对于产出 或者说对于就业 对吧 因为产出就业 它是奥肯定率 它是对等的 这块你可以认为 央行它的目标呢 是产出这一块 如果产出 现在呢 也超过了 说现在如果产出 超过了潜在产出 因为现在 现在经济过热了 现在经济过热了 这个利率也要做出反应 对吧 你现在如果YT 比这个 既潜在产出还要大的话 那么你这个利率呢 也要上来 然后呢 抑制这个经济的过热 如果反过来了 那我现在央行呢 就要减息 减息呢 就会 那的话呢 就会促进 这个刺激这个经济 发 经济增长 而这个 这个C到Y呢 就衡量这个 利率 这个民意利率呢 对于这个产出的 这个周期性波动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反应的强度 而所以说 我们这里面就是 这两个 这两个参数 这里面我们假定了 这两个参数呢 都是大于0的 这两个参数 都是大于0的 所以这个是第五个方程 就是货币政策规则 这个方程呢 就告诉我们 央行它对经济变化呢 是如何反应的 就是央行呢 它是选择民意利率 它对于宏观经济条件 发生变化 就是一个 一个是物价啊 还有这个产出啊 有着有 物价跟通 物价跟产出 有了变化以后 央行它的这个利率 要如何的调整 而这里面又强调一次 就是央行呢 它对经济的影响了 是通过了这个 实际的利率 实际的利率 其实实际利率很简单 就是你把派T减过来 就是这个 就是它的实际的利率 我们前面讲这个 中央行 它是通过实际利率 来作用于整个经济 那么实际利率的定义呢 我们在这里面先讲一下 这个 我们前面说 根据这个废血方程式 对吧 实际利率呢 它就等于这个民意的利率 减去 减去预期的通货膨胀 预期的通货膨胀 这个就是预期的通货膨胀 它就是在本期 就是T期 对于下一期的这个 就因为这个派T期 PiT加1 就相当于是T T期到T加1 这一段时间 这个通货膨胀 所以说呢 这个实际利率的定义呢 就是这个民意利率 减去 你对这个 正好这一期的 这个通货膨胀的一个预期 那我们前面讲了 我们这一张假例呢 这个预期呢 是适应性预期 有适应性预期呢 就是说 我对下一期的 这个通货膨胀的 这个预期呢 就等于上一期 已经发生了通货膨胀 就是适应性预期的一个定义 那么我们把这个式带到 这个前面这个 实际利率的定义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 这个实际利率呢 就会减化成这个形式 就是实际利率 它等于民意利率 减去这个 就是这个通货膨胀 T期的这个通货膨胀 T期的通货膨胀呢 它是这个 就是 上一期已经发生了 这个通货膨胀 因为下一期这个预期 跟上一期发生的是一样的 所以说 就会用这个 用这个式子呢 就替换掉这个 预期的这个通货膨胀 好了 我们把这个实际利率 如果写成这种形式呢 我们现在可以 退到这个 就是货币政策规则的 这个这个方程 你看如果 如果你的这个通货膨胀 处于你的目标 通货膨胀水平 那么你这个产出呢 也处于自然水平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你的通货膨胀 处于你的目标通货膨胀水平 而产出呢 处于这个 自然产出水平的话 那这两项都 都都变于零了 都消掉了 那最后呢 就只剩前面 这这么一个式子 那这个每个式子就是这个 民营利率呢 它就等于通货膨胀 加上这个自然利率 也就是说 而这个式子移过来呢 就是实际利率 所以说呢 如果后面两项没有的话 那么就是实际利率呢 就等于这个自然利率 那么如果这个 通货膨胀 高于目标水平 或者说是产出 大于自然水平呢 实际利率呢 它就上升 这个 因为相当于你把这个 派提移过来 左边就有实际的利率 如果你这个通货膨胀 比你的这个 目标通货膨胀 要高的话 那么相当于这边 右边不就提高了吗 那么右边提高 左边肯定也提高 这样的话 如果你的通货膨胀 比你的目标通货膨胀 要高 或者说你的这个 产出水平 比你的自然产出水平 要高的话 那么你的实际利率呢 就为上升 这里面我们提一点就是 这里面跟前面有 有所不同一点的 就是我们前面在分析 货币政策的调整呢 我们调整的是这个 货币的供给 对吧 我们说当时在推导 这个流动性偏好的时候 你央行 你在推导 你在根据流动性偏好 推导这个LM曲线的时候 你是根据货币的供给 跟货币的需求 来推导LM曲线的 那个时候我们看到 央行的作用呢 它是来调整货币供给 然后通过调整货币供给 来影响利率 这个时候呢 我们现在逻辑反过来了 现在央行呢 它先设定这个利率 它现在直接 所以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这个媒体上 我们说这个美联储加息了 或者是美联储减息了 或者说我们中国要加息啊 或者是减息啊 这里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 现在的央行呢 它都开始 从这个调整这个 货币供给 然后呢 转向的调整这个利率 其实你调整利率啊 你背后其实 就是在调整货币供给 它的这个货币供给的调整呢 它的隐含在这个 利率的目标之中的 因为我们因为这个 按照我们前面说的 你这个利率是怎么决定的 你就是根据你的货币的供给 跟需求决定的 那我现在央行定了一个基准 因为因为美联储 他们有个基准的利率 那我现在基准利率呢 我增加那个 我增加百分之零点五 那好 我为了要增加百分之零点五 那我怎么增加 那我还是会调整这个货币的 这个 比如说通过这个公开市场操作啊 这么一个这么一些手段了 调整这个货币的供给的量 来改变这个货币的均衡的利率 而且这一点其实就是 一个大背景呢 就是现在全球的这个央行 他的这个 货币 货币调控的这个目标呢 或者货币 货币调控这个手段呢 他从慢慢的就从这种货币供给 这么我们可以把 我们把货币供给这么调控呢 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一个数量调控 数量调控这么一个手段 现在慢慢的就过渡到这个叫 调控这个利率 利率呢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这个价格 价格调控 价格调控 但首先你要是能够 你因为 因为为什么就是说 现在这个 很多国家现在都从这个调控 从数量手段到这个价格手段了 其实有 其实有很多这个潜在的一些原因 比如说 我们说这个 就是说为什么调整货币供给 因为因为这个是这个 当时这个就是货币主义学派 就是弗里德曼 他们在 他们他们兴起以后呢 他们发现这个货币供给 对于经济的影响非常显著 所以说 他对于央行那个时候 就70年代 80年代 他对于这个世界的这个货币政策 操控的这个实践的一个影响了 就是那个时候的央行呢 大多以来调控这个货币供给 但是随着现在金融创新的不断的增加 比如说 尤其是现在这个 现在大家又有很多 比如说用手机支付啊 或者说网上支付啊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金融创新手段 这个货币供给的这个数量 这么一个 这么个概念 他越来越失去他应有的意义了 比如说我们在以前的时候 金融还不是很发达 那么你比如说 现在像这个M2 中国的像M2 这这么一个数值呢 他确实能够 比较能精准的反映 现在宏观经济的一个状况 但是随着现在这个金融创新 越来越多了 现在又有很多什么影子银行啊 还有什么地下钱庄啊等等 随着这些的发展以后呢 我们发现这个M2 他的一个参考意义呢 他的参考价值 在逐渐的下降 在逐渐的下降 那与其就是说 我们对于这个货币供给的 我们现在看不见摸不着 或者说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精准的 对它进行调控了 那现在呢 我们直接就从这个数量手段 直接到这个价格手段吧 到这个价格手段 而且价格呢 它是对于价格 它对于这个企业的生产的 这个影响呢 更直接 因为这个价格 它直接 比如说利率呢 它作为一个货币的价格 它直接影响企业生产的成本 融资成本 它对于企业的这个投资生产呢 它影响更明显 所以说 这个 当这个就是八 就是七八十年代 七十年代以来 这个当这个金融创新 越来越发展 发展的时候呢 而这个货币供给 这么一个参考指标呢 它的 它的这个价值 在逐渐的下降 就是说现在 像西方 欧美啊 他们这些洋行的 调控的这个 这个手段了 慢慢就从这个 数量手段 就过渡了这个价格手段 而我们中国呢 我们中国现在还是以 数量手段为主 实际上 我们中国现在 也还是以数量 数量手段为主 当然这一种调控呢 是一种比较落后的 一种货币 这个货币调控的手段 但是为什么 我们中国现在没有到这个 没有现在完全过渡到 价格调控呢 首先一点 你价格调控啊 你首先你这个利率啊 要能够充分反映市场的 这个价格 就你能充分反映市场 资金的价格 但我们中国利率呢 现在就是名义上 我们是市场化了 就是利率市场化了 但实际上 在实际操控中呢 央行对于各个 商业银行的这个利率调整呢 还是有很多的干预的 它还是跟这个 这个欧美这些国家 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这就是我们 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些现实了 所以说这个我们 我们中国的调控呢 还是以就是目前来讲 还是就是数量手段用的多一点 就比如说我们还是用什么 公开市场操作啊 还是或者是直接调控这个 存款准备准率 尤其是 尤其是这个准备准率 人家这个像在国外 欧美国家就极少用 但我们用的非常频繁 用的非常频繁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典型的这个数量操作 数量数量调控调控的手段 而不是一种价格调控的手段 当然我们现在央行 它的它在未来调控 它在货币政策调控的 这个发展的方向呢 肯定也是慢慢的从数量 到过渡了 这个以价格调控为主 但前提呢 你首先利率呢 要能够市场化 利率呢 你要能够充分反映市场的价格 否则的话 你你就无法用这个利率 这个目标 所以说这个 大家学这个 学国外的这个东西 一定要了解到中国的现实 这里面就是多说两句 这个事情 好 前面我们讲这个 这种的调控货币的 货币政策的规则呢 其实就是国外的这个 泰勒规则 泰勒 泰勒规则它其实就是 泰勒 就是经济学家泰勒 他在80年代有一篇论文 他就提到这个 美联储调控利率 他是遵循一个怎么样的规则 他提出来 他提出来的就是 你调控利率呢 你就按照这么一个规则来吧 按照这么一个规则来 那么这个呢 就是派对吧 通货膨胀 而这个2.0呢 就是自然利率 这个呢 到底是不是2.0呢 不知道 但是我们呢 就是他们有很多研究呢 认为可能也就在这附近 因为既然是自然利率嘛 就是充满就业 首先充满就业 你就很难很量 从充满就业 你就很难很量 因为潜在产出 这个概念呢 也是一个 一个就是一个 它是一个 你很难能够把握 能够实际的衡量它的 就是测算它的一个 一个数值 所以说 你无法精确的衡量 潜在产出 或者自然产出 那你自然无法 精确的衡量自然利率 但是呢 就是他们国外 一些经济学家 做了一个核算呢 就是它大概也是2.0左右 2.0左右 然后这里呢 就是通货膨胀 跟通货膨胀 跟目标 跟目标 目标通货膨胀 这个参数呢 就是c到π 是0.5 这个呢 就是GDP缺口 GDP缺口呢 就是实际的产出 跟潜在产出的 这么一个 一个差值 我们说认为 它是GDP缺口 这呢 也是0.5 所以说呢 他认为这个 实际利率啊 就是民意利率 就是民意利率 减于通货膨胀率 对吧 实际利率呢 它要根据这个 要根据这个通货膨胀 还有这个GDP缺口呢 要走出反应 这就是泰国规则 这个大家 就知道这个东西 因为现在 现在泰国规则 贴到也很多 而且这个货币政策 而且美联储的 它就是你要把它 美联储的 它的这这么多年 来到的这个 货币政策的这个操作呢 你把它画成一个图的话 你会发现 它跟泰国规则的预测 几乎一致 就几乎一致 所以说呢 其实就是美联储呢 它隐含 它虽然就是表面上 或者说它没有公开说 我是遵循泰的规则 来调控货币政策的 但是实际上呢 它基本上就是按了泰的规则 来调控这个 它的民意利率的 所以这个是它的规则 所以这个是它的规则 像并不恐怕 给我装